六道众生是业报神 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宰的 而业报里面又非常复杂 这个我们冷静去思维就能想到 哪一个众生一生当中都是造的善业 没有造物业 不可能的一个也找不到 同样道理你找一个众生一生都造物业 没有做一点善业那也找不到 六道众生齐心动念 业余造作善无混杂 那就看是善多还是卧多 善多卧少 你能够想人听佛报 虽然享福依旧是不如一丝成八九 为什么还有不如一丝呢 是善里面夹杂着卧报在里头 造作卧业里面也有善业 即使是堕在地狱中身 地狱怎么堕的呢 信心里面造作五逆十五 这个堕地狱 可是地狱中身呢 也造作一些善业 或者是前一生造的 或者是多生多戒之前造的 所以佛菩萨事先在地狱 也能够帮助他们 可是诸位要晓得 佛菩萨的帮助 在四种语言里面 是属于正上语 这个是外面力量能够帮助你 这是语言 可是你自己都有善因 你没有善因 这个善语言帮不上忙 善因呢 清音语 所缘语 无间语 这三个是善因 善因加上善缘 善果就显起了 像哪些呢 我们在地狱 我们在地狱菩萨本愿经里面看到的 婆罗门女的母亲 造作无业 堕地狱了 有没有善因 有 怎么知道有呢 她的女儿修佛 女儿修行 女儿念佛 她虽然不相信 她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所谓是 一粒而根 永为道种 她阿赖也里面 有这个种子 这也就是善因 于是 女儿认真修行 因她堕落 而修行正果 她就能脱离地 这个道理 很充分 这个不是迷信 如果她阿赖也 实力图 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影像都没有 那就是佛菩萨 实现也帮不上帮 这个道理 我们总是要懂 于是 我们就明了了 一切法中 确确实实 如普贤菩萨所说 法供养为罪 你看《华严经》 普贤行严评里面 讲到 不施供养的比较 法供养为罪 法供养 我们要有心去修 帮助一切众生 众善根 所以我常讲 这个出家人 穿这一身 云林大跑 纵然是个破戒的比丘 他也跟 许许多多众生 种下善根 他在路上走了走 不管他行为怎么样 人家一看 这和尚 他就想到佛 你看阿赖也里头 就种善根 这个出家功德经 里面讲 出家功德 非常殊胜 怎么殊胜呢 破戒也殊胜 你帮助别人种 阿赖也是种 佛的善根 佛的种子种下去 你自己破戒 犯规 你会多阿比地 但是你帮助 许许多多人 种善根了 这是真的 这个是哪一个行业 也比不上 我们细细从这理上去观察 去分析 你才真正会懂得 阿赖也师 只要有这个善根 总有一天 他会修行正苦 要没有这个善根 那就难了 太难 太难了 因此 祝佛菩萨在舍法界里面 实现 随类化身 随己说法 种种实现 以实现 佛宝 身宝 为主 以这个为主 其他的 这是为辅助 你看你度 普门瓶 第一个菩萨 信佛身 信比丘身 展开华严经 五十三餐 前面三位代表 佛法身三宝 道理在此地 我们自己 一定要清除 一定要明瞄